大家好,我是陈珍 今天开始的我们就学家 解释作用欲方面的问题 大致的内容的话就是这么多 我们等会一个个来讲 关于作用欲的话 应该很多同学的话 在学习的时候 并不觉得作用欲是个难点 我为什么把它列出来呢 我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 同时在了解了之后呢 对于下面的一个 难点的话 就是臂包呢 会有帮助 在学习具体的那个作用欲的一些细节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看一单代码 比方说我在这里写了一个这样的代码 fra fra等1 然后呢 在这里写上这样的东西 比方说以force 然后 vrb等2 else c等3 然后我也示名一个函数 把这个地方我们就定义 在这个函数里面的定一个并量等4 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 也不调用它 就在这个全局里面呢 我们以alert的形式 把每个函数呢 把每个失明的并量呢 把它 alert一下 看一下那个结果 好 这个四行alert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啊 依照我们前面学过的知识 就是JS的那个预示里的话呢 在这个阶段的话 V会成为它的一个全 那个window 全局window对象的一个成员 那么B会不会成为它的一个成员呢 这是大家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C的话肯定是不会的 因为它没有用非拉斯敏 然后F的话也会成为它的一个全局成员 那个window全局的对象的一个成员 但是D的话呢 是属于F的 它不会出现在window里面去了 这个我们前面了解 学过的知识的话可以给出一个答案 那么这个行代码如果测试运行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呢弹出来A的话呢是undefined的 这个我们都可以预料的到 B的话呢 也是个undefined的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想到啊 这就跟作用域有关了 然后C的话就报错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D的话呢不用想 肯定也会防不了 也会报错了 这就是这个引出的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跟作用域有关 记住一点啊 JS呢是不是快作用域的 这个地方说明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它的预算 扫描的时候呢 根本就把这个 衣服这一 段呢 当作不存在一样的 B仍然会加到那个window对象里面去 作为那个它的成员 至于它的一个含义啊 但是这个东西呢 需要了解一下啊 然后我们就开始呢 就进入到具体的一个作用域的学习 我大致分析整理了一下 作用域的话呢 它各种各样的说法呢有很多 我归类的话 大概有四类 关于作用域这个式的一个说法 在了解这些 这四类的话之前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它的定义啊 我查了一下维基百科啊 在维基百科的一个说明的话 作用域就是说 确定一个 这个并量一个函数 或者一个成员 它在你的整个程序里面 可以 被访问 的一个范围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的代码里面 定义了这个A 这个A到底是在你的代码里面 这个地方可以访问呢 还是这个地方都可以访问 等等 就是这个意思啊 同时还有一个意思呢 就是可以用来做信息隐藏 比方说 如果你这个D 在这里只能在这一块 访问的话呢 就是外部来说 这个D是隐藏了 是看不到的啊 这就是作用域的两个 本质的含义 先把你的定义了解了之后呢 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各种各样的作用域 第一个呢就是快作用域 快作用域的意思是什么呢 首先你要了解什么是快 在各种各样的 编程语言里面呢 基本上 把这个大括号 包起来 一单代码呢 称之为一个 快 也就是说你在这里面定义了一个 变量 差的话呢 只在这个快里面生效 这就是快作用于本质的含义 那么回到GS了 GS有没有快作用于这个概念呢 我们可以写单代码测试一下 比方说这个循环 I等0 I小于3 然后I加加 回车 把这行代码 这行代码输入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快的外面 变成alert一个I 能不能访问它呢 我们可以先测试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执行的结果 我们就发现那个alert的 的确可以输出一个值出来 3 因为循环了012之后呢 I加加变成了3 那就说明GS里面根本就没有快作用于的概念 这是这一个 这就是快作用于 那么下一个呢 就是一个函数作用于 首先要说明一点 如果是纯色的函数 函数作用于的话 它是什么意思呢 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比方说我定一个函数 然后在这个函数里面 也定一个 定一个 这个变量的话呢 这个变量X呢 就是这个函数内部生效 还有一点要说明一下 如果是纯色的 一个函数作用于的话呢 在这个G函数里面呢 是不能访问X的 这是这一点 就我对各个冰尺语言的一个了解的话 我 我所了解的语言的话 好像没有一个语言是征询这个 纯色的函数作用于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深究它了解一下就行了 我们注意了 接下来就学后面的两个 一个是动态作用于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静态作用于 那么动态作用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一个 我写的还是通过代码来引试它 比如说我在这里生命了一个函数F 然后我在这里alert一个X 把这款代码弄完了之后呢 我在后面 也生命一个F F1 然后在这里呢就直接调用F 这是这个 在调用之前呢 当然我们再生命一个 X等于5 然后依附了画瓢 在后面呢也搞一个 F 这里就搞一个6 它动态作用于的意思是什么呢 本来这个函数被生命的时候呢 它本里面内部就没有X 然后你在调用F1和F2 F2的时候呢 存着那个动态作用于的话呢就会 那个F呢 在这里调用F1的话就会弹出5 而调用F2的话呢就会弹出6 这就是动态作用于 因为它在那个 这个X到底能被哪些 地方可以访问呢 只有在润形式的时候才确定 比方说我们调用F1的时候 在润形的时候 这个X是生命出来了 然后这个F呢 作为这个F1里面的东西呢 它就可以 访问F1里面的任何东西 所以呢这就是动态作用于 只有在润形式确定 但是JS有没有这个动态作用于的那个概念呢 我们可以把它的代码呢 把它的代码呢 在浏览器里面测试润形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那个结果 然后我们还没有调用啊 我们把它的F1呢 调用一次 调用一个 还是就可以了啊 刷新一下 就会发现报错 X没有定义 他就也就是说明 也就说明X JS呢是没有那个动态作用于的概念的 JS本身它是一个静态作用于的啊 这就是这一点 那么它为什么没有的话 等会我们学静态作用于的话 分析之后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这里会报错啊 说一下静态作用于 静态作用于有两个别称 一个呢它称之为 词法作用于啊 词法这个单词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前面学过的 Nexic 这个单词 词法作用于同时 它还有一个别称 就叫做必报 也就是说必报跟作用于是紧密关系的啊 JS 应该意义来说的话 JS呢是 词法作用于 它的作用于的规则就是词法 当然有些说 它是认为它是个函数作用于啊 我个人觉得的话 应该是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创进出来之后呢 它就会干一个事情 第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给函数 F本身 添加一个成员 这个成员是我们是看不到摸不着的 叫做什么呢 叫做scope 这是这个 而这个scope创进出来之后呢 它指向的是什么呢 指向了这个scope的值 就等于创进这个F时候的 它的那个词法环境 我们知道 我们都知道创进F的时候 它的词法环境就是 就是什么 词法环境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windows对象本身 也就是说函数内部有一个 我们看不进摸不着的scope呢 指向的是windows 这是第一步 这是在 读取 这是就是创进函数的时候 而当它真正开始执行 比方说我们这个F1调用 然后调用F的时候 这个F开始真正执行了 真正执行了之后呢 这个F依注我们前面学的话 它就会创进自己的一个 词法环境 F真正执行的时候 真正执行 执行的时候呢 这个F本身会创建自己的词法环境 而自己的词法环境 就是自己的 然后紧写一下L1 它就会跟那个 函数本身 就是F本身 的那个 缩用域呢 关领起来 就进了一个引用关系吧 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就是F的一个 Scope 关领起来 关领起来了之后呢 这就是润型的事 润型的时候 当它发现 你这里要讹着一个V 是不是 所以它的第一步呢 是干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这个F里面 内部找 找一找 有没有X这个变量 发现了这个F里面的没定义 那么接下来它又干什么事情呢 它就会找这个 F Scope 就是在那个 创建F的时候 它就找这里 而这个东西呢 就又等于Windows 等于Windows对象 所以呢 它就会找到Windows里面的那个 有没有X 如果找得到 那么就会alert把那个X输出来 如果找不到 那么它就会报错 一如我们 现在的分析的话 我们就知道 刚才为什么会报错了 因为在F生命的时候 此时给那个F的那个 Scope那个 成栏的话呢 它的值等Windows 然后这个全局的时候呢 Windows 没有那个X 所以它就会在运行的时候呢 它就会报错 作为这行代码呢 我们也把它相应的改进一下 改进之前 我们先把这些代码都去掉 怎么改进法呢 如果我们在这里定义一个传值变量 就是100 那么资料蛋白你再运行的时候 就会 就会发现它不报错了 它输出的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F 就是那个100啊 又把那个东西删掉了 就会发现它是输出100 这就是所谓的那个静态作用率的一个概念啊 因为它 为什么称之为静态呢 你在生命的时候 就是其实 其实所谓的静态就是在此法解析阶段 也就是在生命的阶段 就已经确定了它的那个 相关的一个作用率 这就是它那个静态的本质 不是像我刚才解释的那个动态的作用率 当然还有一点也要说明一下就是什么呢 这个作用率它会形成一个链条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我们把这个代码注释一下 这个链条的话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我写随便写一下啊 比方放个写 F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定一个XXX 那X等于100 然后在这里呢 定也定一个G 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个链条是怎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G 在手心里浏览的时候啊 解析器解析的时候呢 F F的它的scope 在这个地方 在解析的时候 F的scope呢 就等于wind 然后当它 F被调用的时候呢 它就会创建自己的 比方说在这个地方 进入到这点的F执行的时候呢 就创建自己的一个刺法环境 而刺法环境跟那个scope 跟F本身的 scope呢 关键起来 这是这个 关键起来了之后呢 开始执行执行到这里来 发现 L1磁法环境里面呢 就会有 加上这个X 当然在日数里接到X等于undefined的啊 我就把它剪写一下 还是等于100 而如果在这个地方 它 处理到这里来的时候 如果 调用了G 调用了G啊 比方说在这里调用了一个G 它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情况呢 在调用之前 就是这个创建函数 创建函数G 什么时候创建函数G呢 就是进入到F开始执行的时候 在日数里接到 会把X作为它那个词法 F本身词法环境的一个成员 同时也会把G作为它一个成员 的 这样的话是不是形成了一个链条 那个链条是什么样呢 首先是G的一个 L1 此法环境 指向G的 G函数的 那一个 scope 然后G的函数scope 就会指向什么 指向F的一个词法环境 而F的词法环境 是不是它跟F的作用域关联起来的 关联起来 关联起来 F的作用域的话 其实就等于wind 如果我们只考虑了一个作用域这个概念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一层去掉 所以说话 它的一个另条就是这样的东西 在G的内部 这个L1我们不去 G的内部的话 它如果要仿为一个并量 它首先是在它的自己的词法环境里面找 如果找不到 就会跑到G这个函数的作用域这个对象里面去找 而这个G的scope 它指向谁呢 指向的是F的词法环境 然后F的词法环境再找的话呢 把它加上吧 加上的话准确一下 F的词法环境 在F里面找那个X 如果找到的话呢 它就会用这个里面 如果还找不到 它就会跳转到F的scope的 所指向的东西 此时的话 在我们这段代码的话 就跑到wind里面找X 这就是整个作用域那个链条的一个关系 这就是JS作用域的一个本质 是这个JS的那个作用域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用六方克型创建一个函数 而说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 JS里面创建函数的话呢 大致有这么几种 先了解一下 比方说我们前面生命的函数 创建一生命的方式 创建的函数 这是一种方式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FRF等于一个方式 这种匿名函数啊 创建的一个函数 然后当然这个匿名函数 创建函数呢 有一个变体就是什么呢 方式 那这里也给它取一个名字 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跟这种方式 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X你永远都访问不到啊 而且这种东西呢 也很少用 就当它不存在啊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就是6一个方式 那至于这个大写的F 是个什么东西呢 等到我们后面写的时候呢 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函数 创建一个函数 函数的参数是什么 函数的名字我们是FR 参数的话 我如果你搞个双 这样写的话 就表示它没有参数 然后函数的体的话呢 你就写在这里啊 比方说那个一个XXX 这种方式 创建的函数 大概有这四种 而这种函数 这两种呢 基本上很少用 也不推荐大家 用这种方式来创建函数 主要是这两种啊 当然还有一个匿名函数的话 自交用的匿名函数呢 也算是一种吧 跟这个有点相似啊 跟这个有点相似啊 这是说明这个函数 这也是你们各种函数的创建方式 那么说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就回到这个主题 就是什么呢 JS的作用域的话 我们刚才的解分析的话 我们都知道 你每次弄了一个函数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一个新的作用域啊 当然它会跟它的复的形成一个链条 而这个用newfunc型创建的东西 它的那个作用域的话 它创建那个函数的作用域 它永远指向的是全值 而不是它的负 那么这段代码呢 我们还是通过代码来解释它 比方说我们生命了一个函数 在这里的话呢 VRX等于100 如果我们像这样创建一个函数 比方说func型 还是用统一按的方形 相信这个函数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就alert一下X 然后此时直接在这里调用 名字改一下 不然就是一样了 在这里调用那个G 然后在最外部调用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过程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结果 会不会输出一个100 输出了100 整个过程的话 分析的话呢 是这样的 因为在这里你调用的时候呢 首先你进入到F的函数的 在传局读取F的时候呢 就会创建 就会给F创建一个scope 是不是 然后这个scope呢 就等于windows对象 然后进入到了F的执行 在执行的时候呢 它就会解析这些 预处理阶段啊 把XG加0去 同时会给这个G 增加一个什么呢 G的scope 就等于F的司法环境 这是在进入到F的预处理阶段的时候 会干了这个事情 那么干了这个事情之后 进入到了G的调用 G的调用的时候 发现是什么 它也会经历它自己的司法环境 G自己的司法环境啊 自己司法环境里面发现 根本就没有F 那就会跑到G的作用域这里找 而G的作用域其实就是等于F的司法环境 所以它就会找到那个X 然后这里呢就会输出100 如果啊 如果你是这种方式创建了 创建了这个啊 我们把它复制一份 如果你是用那个NU方形创建的东西 创建了一个函数 NU方形 然后呢 把这 好 这个没有参数 代码呢 跟刚才一样 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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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因为NU方形创建了这种函数呢 你直接这样调用的时候 我们保存 你先看一下啊 它就会报错 说一个什么 说一个X没有定义 因为这种东西有点特殊 像这种创建的函数的话呢 它给它自己创建的 听家的那个 就是G这个函数 听家的作用域 G 此时这里的G的scope 它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window对象 而此时传局window对象 根本就没有F 所以的话 如果你在这里定义了一个 定义了个X 等于100 然后换一个12 你再运行的时候 就会发现 它根本就不报错了 它就是12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殊支柱 这是整个GS作用域的一个知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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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